因为现在北京高速发展 所以带来了很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 我的很多作品正好是在反映这些问题 我的作品其实是跟这些废墟 包括这些古老的城市建筑共进退的 废墟被拆除掉了 我的作品也消失了 所以说作品是废墟的一部分 废墟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 2008年奥运会之后 北京的发展越来越迅速 高楼大厦平地企业 很多这些人文景观被拆除掉 出现了很多的废墟 其实我觉得废墟是城市发展的节点 我的作品呢 同废墟一起记录了北京的发展历程 我是从2011年开始做街头艺术 到今天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吧 因为街头艺术是一种瞬间艺术 所以我每次做完作品之后 都会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 因为不同的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的背景都不一样 所以不同的国家的街头艺术家 他们改变的内容也不一样 其次呢 我觉得首先中国没有针对街头艺术的法律 不像国外 街头艺术是违法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中国与在国外 做街头艺术最大的区别 就是老百姓是否知道你在干什么 因为中国的文化环境和艺术环境 相对都比较落后 所以老百姓其实不认为你这是艺术 他甚至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随着国外的文化不断地涌入中国 我相信老百姓会逐渐认识街头艺术 我也相信未来中国会出台 针对街头艺术的法律 废墟本身也是瞬间性的 我的作品也将随之消失 但是我希望可以在北京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认询与视频 广告 欢迎认识看